一个凡人带着一群地府的灵魂 竟然把天庭的天兵天将给打败了 故事就发生在江西新渝的仙女湖旁 天元大帅突然从天而降 把小鸡羹飞跃从中间隔开 没等小鸡他们开口 仙女湖就将他们俩人给拽到了湖里 仙女湖告诉天元大帅 小鸡羹飞跃是他的儿女 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们 随着天元大帅的一声鹤令 一众天兵开始向仙女湖施法 又填平了他 仙女湖好歹也是修炼了几万年 对付几个天兵还是绰绰有余的 还将天元大帅给打上了天 我只是想见到玉帝 他对我说的最后两个字是等我 我离这两个字 我等了他数万年 眼泪流干化成了河 身体枯竭化成了岛 我不知道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应该下来告诉我一声 还要不要等下去 这么感人的话 还是没能感动得了天元大帅 他们真刀真枪的打不过仙女湖 于是就搬来了几座大山 站在天空上 让仙女湖够不着他们 疯狂的向湖内扔石头 想由此来把仙女湖填平 不得不说 这也太小人了 很快仙女湖就被砸得奄奄一息了 小七跟飞跃 觉得做人不能那么自私 他们的错不能让仙女湖来替自己买单 于是就走出了仙女湖 来到了岸上 天元大帅把大山搬走后 小七也飞上了天 刚一上去 就被天元大帅给压了起来 然后就出尔反尔的 要填平仙女湖 于是两个天兵就下来对飞跃下手了 虽说飞跃武功高强 可奈何人家天兵乃不死之身 飞跃很快就被打倒了 就当天兵们要砍了飞跃的时候 突然她的肚子发出金光 并把天兵弹开 原来是她怀中的墨距救了自己 而此时的墨距在受到外力干扰的情况下 由普通的转盘 变成了一把充满正义的宝剑 此时墨家这三百年来 死去的墨者灵魂 全部从墨距里边飞了出来 这些墨者的灵魂 此刻全部听令于手握墨距的飞跃 随着飞跃的号召 墨者们飞上了天 与天元大帅的天兵天将们打了起来 天兵们为不死不伤之体 墨家的这些灵魂们也是一样 双方谁也扛不死谁 天元大帅看飞跃一个小小的凡人 也敢跟他天庭大元帅叫板 心想你个相报佬也配 于是拿起长枪就戳向了飞跃 而飞跃也凭借着灵巧的身躯 不断游走在天元大帅身边 就好比老鼠咬大象一样 弄得天元大帅是恶心的不行 天元大帅看墨家这些灵魂 怎么也打不死 再打下去也没啥意义 反正抓到了七公主 也算完成了一半任务 于是就明金收兵回到了天上 而飞跃也骑着白鹿仙子 追到了天上 贾二氏 יפて 肩苹 辽 不 辅